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刘说说,我是大刘 今天是2月5号,农历的正月12 新型肺炎的确诊案例已经超过2万例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这个数字呢忧心忡忡 也有很多人现在越来越开始关心到自己的情况 我有一个微信群,这个群里边是比较私密的 群里有一个朋友前两天就说自己有咳嗽的现象 然后我们很多人都劝他,包括我也劝他赶快去定点的发热门诊去做检查 检查出来当然是被排除了,只是一般很小连感冒都算不上 但是这位朋友呢今天早上又在群里发消息 说在问说哪一个咱们是哪一个医院对呼吸科是最权威的 哪一个专家最权威的,准备去找专家去看一下 他这种现象呢就是有点忧郁过度了 已经被排除了 而且呢我想啊,有这种心里的朋友应该是不在少数 包括现在你在看我视频的 很有可能就对自己的健康产生了极大的担心 哎呀我,我也咳嗽两天了 而且我这个症状啊和网上描述的差不多 是不是也被传染了呢?我昨天在路上身后有一个人打了一个喷嚏 离我还不到一米,回来我就感觉到不舒服 当然了如果产生这种现象的话啊 有发热咳嗽 大刘建议您抓紧时间到社区门诊或者到定点的医院去做检查 检查现在出结果已经很快了,不到24个小时了 结果出来之后,如果说排除了 那您就安心的该吃吃,该睡睡,把身体养好 以后这个事情还多着呢 不要被这种情绪所困扰 咱们今天呢就来着重的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这么多过多的忧虑 如果说这种忧郁产生了,确实没有病 但是你每天为之烦心 产生这种忧郁该怎么办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这种忧郁的情绪吧 这种情绪很正常啊 大家不要以为我有这种情绪就精神上有问题了 其实不仅是人呢 包括动物它都有这种情绪 举一个例子 你看一只小白兔 它在安安静静的吃草 这个时候如果有一阵风吹过来 这个兔子的耳朵立即就支起来了 这就说明啊 忧郁情绪啊 就是担心自己的身体 担心自己受到威胁 是每一个生物的本能 因为每一个生物它的第一目标 就是要生存下去 并把自己的基因呢遗传下去 人由于咱们人他会思考 所以说人类的忧郁情绪啊 就表达的更敏感 而且呢更加多种多样 作为人来说 我们人首先有一个思维现象 叫做习惯性思维 而且习惯性思维呢 它很多是不经过大脑的在判断 就大脑不用再经过深思熟虑 我得出这么一个结果 而是一听到某种信息 就会直接产生某种判断 进而影响到你的行为 我说这个可能有点绕啊 咱们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讲解 你比如说不在斑马线上 横穿马路 一旦人们听到横穿马路这四个字 脑海中自然就蹦出一个思维结果 那就是发生车祸 其实啊 这个横穿马路和发生车祸 只是有一定的因果联系 它没有绝对的必然联系 不是说你一个人啊 横穿马路就一定会发生车祸 这个没有必然联系的 但为什么我们会直接产生一种思维结果呢 就是一定会发生车祸呢 就是因为我们接受的教育啊 长期以来灌输的就是你不要横穿马路 你横穿马路很容易发生车祸的 这种习惯性的信息集中 给我们造成了这么一种反应 这么一种反应 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 这种行为表现就是你横穿马路的时候 需要左看右看 不仅要看来往的车 有的时候还要看上面那个摔像头 又没有把你拍下来啊 现在行人违章 也是要被拍下来被罚的 而且我们发现啊 做这种行为的时候 根本就不用经过大脑的思考 很自然的你就要很紧张的左看右看 但是你如果在一个废弃的厂区 或者在你们小区的那个马路 那不能叫马路啊 小区的通道里边横穿呢 你会很自然 脑海中也没有什么过多的焦虑 也不会产生各种各样左看右看的紧张的行为表现 这就说明啊 一定的信息集中影响会影响到你的情绪 这种情绪反过来直接影响到你的行为 就像我在微信群里边的那个朋友 这一段时间肺炎信息的集中轰炸 造成了他这个情绪上的反应 就是意识到我可能被感染了 一旦情绪上有这种认知啊 就反过来会影响他的行为 那就是感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啊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想咳嗽 其实他的身体没一点事 还有一个例子啊 你就看现在啊 如果说有一个人正在武汉 比如说武汉的小王 他这个时候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开始咳嗽了 那么他会非常紧张 还是在同一时间 就是现在远在拉萨 西藏拉萨的多吉 这个时候如果突然打了个喷嚏 咳嗽几声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一点都不紧张 不害怕 这就是特定的环境啊 给人们造成的特定影响 所以说这个情绪呢 第一产生很自然 第二呢 不要被这种情绪过多的困扰 那有朋友说了 如何去克服这种不良的情绪 对自己的影响呢 有这么几种方法啊 我说出来 大家参考一下 希望对您呢 有所帮助 第一种方法就是 要广泛的 多方面的去吸收信息 不要去集中到一种信息里边 沉在里边出来 包括现在的社交媒体 也在强化这种作用啊 现在都知道有一个大数据 你越是看某一类信息 他就越给你推送某一类信息 我个人觉得这种算法非常不好 他对人产生的误导作用太强了 他有 他有利 这不假 可以 针对性的 让你吸收一方面的信息 但是呢 弊端也很大 很容易造成人无法选择 所以说我们现在 特别是在现在 互联网信息爆炸的这种 社会里边啊 一定要去主动的临选 主动的去选择吸收信息 第一信息面一定要过 我举一个例子 现在肺炎的信息满天飞 你越是在各种媒体上 特别是在今日头条上 你越看这种消息 他就会给你推各种消息 其他的消息你反而看不到 所以你要去主动的去拓宽一下自己的信息面 你要去了解一下 比如说普通的流感 普通的流行性感冒 不仅是甲型流感 瘾型流感 这个流感在我国每年的 特别是冬天 它每年的发病是上百万的 就上百万人要感染流感 而且呢 根据现在的统计数字出来之后 流感的致死率啊 和这个心形肺炎的致死率差不多 你这么一分析 你就会发现 得流感的概率 可比你得心形肺炎的概率 这个要高多了 但是你对流感呢 反而没有那么害怕和敏感 从这一点上啊 我要建议朋友们 吸收信息要全方面 等你了解的越多 你就会发现呢 这种情绪啊 就会越小了 还有第二种方法 那第二种方法就是转移注意力 如果你沉浸在某种情绪里边出不来了 就及时的去转移注意力 你打打游戏 打游戏去 我和家里的朋友 和家里的亲人坐在一块 搓个麻将 打个牌 不行的话 我去洗洗衣服 拖拖地 或者说我看看菜谱 看家里还剩什么菜了 做一个好菜 只要你去 去从事另外一个行为 把这个注意力啊 从你的焦虑中摆脱出来 你就会发现这种焦虑感呢 直线下降 这一会儿 这一会儿甚至你都想不起来了 今天这个节目呢 是有针对性的去做的啊 可能有很多朋友会陷入这种盲目的焦虑之中 看了这一期节目吧 希望对您摆脱这种焦虑有所帮助 但是我最后重申一下 绝对不是说您有了这种现象 可以掉以轻心 没有这个意思 一旦有这种现象 还是建议您抓紧时间到社区医院 或者到定点医院去检查一下 检查出来的结果 有一次就够了 现在是你犯不着像我那位朋友一样 还非要去大医院再找一个专家看一下 没有必要 检查完了之后呢 还是那句话 该吃吃该喝喝 啥事别往心里割 因为疫情过去之后呢 我们还要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已经被耽误了这么多天了 可能还要再耽误一段时间 现在时间很宝贵 咱们要只争朝夕啊 需要有一个好的身体 感谢您收看我的节目 关注 点赞 评论转发 大刘不胜感谢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